但是我学习说 大家都有如来明辉 天宁下来了 你就请天宁围棄啊 后来还是在出现 出现是看到如来明辉 还是你经验如来明辉了 反正他就出来 也是西方的脸孔 天宁出来先有天叶 随着天叶出现天宁 记住哦 天宁出现 先听到天叶 有时候他还没有出现 先听到天叶 天叶什么情形 天叶声量带有磁性 阴阴儒雅 飘飘一鲜 与你的心共鸣 有时候在耳边回荡流心 有时候时光其鸣共翔 忽远忽近 有如瀑布鲜泻 或转而惨惨的流血声 厚人心弦啊 来自灵魂深处的鹰虎 弯弯飘来 回弦荡漾不一样 是 有时候出现 天叶在墙壁里面 在你四桌 往后与你畅饮 或在你睡的枕头里面 滴饮着 有如西施啊 浮在忽差的怀中 气声绵绵 夜耳动听啊 洗涤了你心灵的沉闷烦恼 天叶流落了优美的诱惑 轻轻地剥起你的心弦 这个时候 当你陶醉在和雅的夜深中 天叶已驾着天叶 阿拉多姿地来到你的眼前 几乎也随着天叶解脱转化成仙境 天叶知道你要去受课 它体贴到你的心神 有另一种难以其果的表达方式 胜难可得啊 以后天叶出现不用孔子的礼仪 也不惜像老子或佛陀 那么道貌黯然 更不要忧心忡忡 恐怕英雄无用之力 顺势而动 自将得心应手 总之 要怀着成吉斯坦 亚历山大 凯撒的战力 面向天叶 但不要像马一龙那样 看到天叶就冲过气 使得天叶大喊救命啊 我的意思是说 顺其主连啊 体会进入以自信本心合一啊 天你来 你就进入空信件 最幸是以你合一为一体的方法 是 那么对天叶没有心气 不不不 对天你一挤一动 都要有心气 因为天叶是大道的化身 你的自信本心所化身 有时天你是自信射受来的 通常是你的自信变化出来的 保持信质勃勃 以空信质合的最佳良机不要错过 是 合一以后你站立出来就不敢了 是 感恩本注 任言经哦 正德真如本心啊 德无上安乐 唯谋结经啊 当乐法身 依法身自得其乐 其乐有自受用 他受用 一经 显诸人常诸用 用呢 享用 妙用 显体化用 体用不二 不二就是合一啊 法身是德啊 常乐我尽 乐者啊 那一盘之乐无上安乐 这个安乐就是享受到啦 请记住 和空信的天女结合以后 可以啊 你心中会出现 像人间看太阳那样 法界炸入啊 将从心中出 转离到额头上 由大变小 形成额头晃光 晃光啊 形成照见 所谓晃光照见 法界大日从本心出 不是从外面出来 大日经也是 如是说 你与大日同在 大日 本心 以你成为三位一体 我又要重复 任元经 猴头所谓的 何如来账 回光返照 原造万物的大道理 如是啊 你立刻马上体会到 宇宙在无心 无心事与众 瞬间到彼岸 以实证心经所谓的 官智在心生 普洛门多时 就进那盘 得阿罗通罗多亚三菩提心 实现心经金刚经 等大称活华 是 好 请坐 好 感谢本身 谢谢大家